好 除此之外 除了我們剛剛的細細的比對 因為這種東西說實在還滿花神的 這個B科學家我也很佩服他 林環璋老師我也很佩服他 真的是看得好細好細 剛好我們今天 因為現場剛好三位全部都是博士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把這題拿來細細講 這個東西從科學的比對 大家看出來了 但到底是不是 我覺得總統府是不是應該 可以再出來解釋一下 或是叫倫敦大學出來解釋一下 對不對 其實差也沒差幾年 這個版型是完全不一樣怎麼回事 還有因為現在是人講過的話 做過的事 通通都會留下痕跡 這個影片是永遠是存在 都找得到的 還有你寫的書也都在對不對 訪問稿也都在 所以從一些訪問稿裡面 回過頭來去推 推你後來給大家的資料 什麼時候拿到論文 什麼時候學成歸國 好像就都不攏 怎麼說 好 我們看到這個2012年10月4號 有一篇專訪蔡英文 這個標題叫做 從吊車尾變成優等生 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蔡英文高中的時候 你看到功課雖然不好 沒有考上第一志願 但是人家後來念完博士 人家後來變成總統 多勵志 這篇文章說什麼 蔡英文高中前功課不好的原因 是因為他總是忙著 找腦中的邏輯資料 所以沒有辦法立刻消化 老師的授課內容 但是在不易過關的 英國政經學院裡面 想要取得一個博士學位 大概要八年 但是蔡英文卻游刃有餘的 在兩年之內 就取得了學位 奇怪 你們笑什麼 兩年 看人的事情 而且還是兩個 兩年長兩個 法學博士跟半個 國際貿易的博士 這邊專訪這樣燈 我覺得蔡英文應該去寒更正 她是不是要去寒更正一下 所以滿詭異的 你看到這些都是按學生紀錄 蔡英文只註冊了1980年到81年 另外還有1981到82 兩個學年度 然後過完1982年的暑假 蔡英文就withdraw 什麼意思 他用的理由是財務困難 不可能 他們家我們知道 他們家是這個家財萬貫 家大業大 所以財務困難 就是一個理由而已 大家知道 但看得出來就是遭遇到 讀書上的困難 念不下去了 就是念不下去 或者不想念了 對不對 所以他在1982年11月10號 辦理了withdraw withdraw什麼意思 永久退學 他不是暫時性的休學 他就是永久退學 你會被註銷學籍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裡面的報導說 蔡英文曾經風趣的 講了一個小故事 跟大家講 他說由於他爸 當初並不期待 他會拿到博士學位 所以他學成歸國之後 當時他就用他的專業 投書到報社 結果這篇文章 被錄用刊登出來了 我們待會找給大家看 所以媽媽看到開心得不得了 很驕傲的跟爸爸說 你看 我們對女兒投資的新台幣 全都用在報紙上了 很幽默 媽媽的驕傲 媽媽的自豪 當時一度成為家裡面的笑話 好 你看到 這篇是1983年10月20號 登在聯合報上 這個報紙 待會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1983年的10月20號 聯合報登出來 標題叫做 從我採事機書美談反傾銷稅 沒有錯 這是他的專業 但是他這裡面寫 學成歸國是1983年的 10月20號之前 也就是說 1983年 以這個什麼樣點來推算的話 怎麼可能 1983年10月 他才參加了論文口試 然後1984年 才被授予博士學位 但他不是說這個時候 他就已經學成歸國了 因為登出來的時間 是1983年10月20號 也就意味著有沒有 學成歸國之後 才投稿到報社 學成歸國是在 1983年的10月20號之前 就學成了 就歸國了 學位拿到了 所以投稿給報社 所以登出來爸媽很高興 但是後來就不對 後來的資料 蔡英文提供的是 1983年10月 才參加論文口試 據說他的博士學位 是1984年才被授予的 不可能 是啊 是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我就 對 所以賴老師沒有錯 在任何人看 賴老師不要說你是博士 我們大家不是博士 這樣看也都不可能 怎麼可能 是不是 好 這篇報紙 來導播放大給大家看一下 你如果10月 83年的10月口試 到84年才授予學位 代表那個口試有問題 你的論文有問題 財事機 書美談反傾銷稅 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的簽名 這一篇有沒有 所以都找得到 這個日期也有 好 我們再回到第一章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也還 林環牆老師 這些什麼B科學家 賀德芬 這個彭文正 他們都是做學問的人 你知道像我們 看了一個頭昏腦話 他們真的就是一一比對 為什麼 這個東西你要找什麼 蔡英文以前的書 蔡英文以前的專訪稿子 等等 一篇一篇的拿出來 然後凡是講到的 就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再比對 比對之後 就找到了很多很多的漏洞 包括這個是 蔡英文很高興的 跟他講了一個 他家裡面的小故事 但以這一篇的時間點 跟他後來講的時間點 就完全兜布龍 還有一個也很有意思 給大家看一下 在2011年 蔡英文在一個 民主沙龍的演講裡面 也很高興的 講到了他的求學經驗 要告訴大家 他一路上的民主 在他心中萌芽的過程 所以他在英國念書 他說 謝主任看完他的論文 講了 這個好像是髒話 髒話 所以好像不能講 嗶嗶 嗶嗶這樣 他說這個大綱寫得很好 但問題是 所以 就是假設英文不好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那你這樣看的話 應該是覺得 這應該是個讚美詞 讚美詞 但就不是 網友有沒有 他真的有留音嗎 這句在英國是極度低俗的一句話 這個你把它拿來當作稱讚 蔡女士你還好嗎 只要是去過英國 待過英國的人都聽不下去 你太騙了 你敢這樣講 還有人說翻成中文是什麼 就是什麼什麼的混蛋 總統你確定嗎 確定是這樣嗎 但這個真的就是他在2011年 民主沙龍演講時講的話 大謙 我覺得從剛才秀芳先講到這幾點 其實就透露出兩個很大的問題 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人 可以在兩年把博士念完的 還不要講1.5個博士 講兩年念完一個博士 我想我們都還沒有聽過吧 哪一科的博士可以兩年念完 關我們 我自己在念工科的博士 都算是比文法商快了 我都要花大概五六年的時間 才能夠把博士念完 兩年 兩年我充其量聽過的是 兩年可能可以念個1.5個碩士 但是你告訴我說 兩年念一個博士 這也太践踏倫敦大學的 專業程度了 那麼第二個就是講到了這個 他如果是1983年 10月參加論文口試 1984年被授予博士學位 唯一的可能就是 他的學制可能是在 10月通過了口試 可是在這個學期畢業的時候 可以已經跨到第二年了 然後拿到了博士學位 但是我要講的重點是 他如果投稿是在10月20號 我們都留學過 我們想一個嘗試問題 當我拿到了博士學位 然後我開始把所有的手續要辦好 我要開始離開英國 我要開始打包 我要開始把我的房子 把他租約結束 然後我要開始回國 假設他就是10月1號參加 這個論文口試 口試通過了 也不可能10月20號可以投一篇 聯合報的讀者投書 或者是聯合報的專文 這太奇怪了 這完全是講不通的 好 來 我們再回到那一章 回到那一章 所以你看這個很奇怪 根據林環牆他們去查 說蔡英文的學生記錄 她1982年 其實她辦理了永久退學 但是據說她是在1984年 被授予博士學位 這個部分也是兜不龍 所以這個彭文正之前預告 他說海外的獨派已經集資主導 要把他登上紐約時報 不過林卓水認為 之前台灣民運基金會的民調 他說民調發現民眾相信蔡英文 沒有博士學位 兩年才增加了4.6% 不算太多 但是最在意的是哪個族群 軍公教 軍公教向來是政府最堅定 最穩定的一股力量 那這些相信蔡英文 沒有博士學位的半數 52.1% 他說這肯定會是個麻煩 徐老師我問你一下 因為你跟綠營比較熟 這個請教一下綠營的博士們 私底下有沒有談到這個事 相不相信蔡英文是真的有博士 我不能指名道姓 當然 因為我們在海外唸書的滿多的 尤其是台獨聯盟 你知道民進黨很怕台獨聯盟 是因為台獨聯盟至少有100個博士以上 坦白講 所以你們最好在海外流亡不要回來 好 所以當然我私下聽起來 當然人家會知道說 你也知道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很清楚的 所以其實大家 你想一想 綠營的博士們都不相信 1984年 我那個時候碩士論文 都還用電動打字機 光是那個駐腳都很難 因為你知道剛剛還要留一個空間 那個駐腳 所以我們有時候有些人會偷懶 就是用尾駐 就是文章最後面 你知道那個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那個東西要去看 還有另外英國式的跟美國式 不只是年份的寫法 日期寫法 那個拼音 拼音好多字的 等等很多 就是稍微加一個O加一個U什麼的 那個其實我們還沒有講到 實質的內容 我就說他到底這兩個博士學位 我是其實覺得說 他到底國製政治經濟的 那個碩士的能力有沒有 我都還高度懷疑 因為他還在思考 就在想想之中 所以大家 不過一般人講說 沒有打算不差 這總統修學就好了 我一般人也是那個樣子 但問題是 如果不要看的話 那就是一連串的謊言的大集合 所以就是說 這種事情做得出來 其他更大的事情 難道他不會騙嗎 萊豬背後是什麼 等等等 軍購11世到底背後是什麼東西 我們這個國家變成什麼 人家的體管系嗎 好 我想最後 請賴老師給大家做一個總結 這個論文門 今天我們現場三位博士 賴老師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的小孩 都在英國念書 你知道英國 當然美國是從英國這個 他們之間有很大的淵源 但是英國人對於英文 其實是驕傲的 所以很多朋友跟我講說 他們那種英式的英文 他們是有一定的格式 他們是不願意被美式同化 美式 對 就是要維持很道地的 典型的那種英文 所以剛剛我們 光是在這個比較當中 你看到最典型的 連日期的寫法都不一樣 大小寫的寫法都不一樣 還有這上面寫的 你看到一些邏輯 他過去講過的一些話 還有他過去的一些專訪內容 很簡單 連日期都兜不攏 對 因為在歐洲 他們走日月年 就已經行之有年了 目前來講整個我們一看 美國的日期有時候是 月日年 歐洲的日期一定是日月年 在整個歐洲是同一個標準的 另外我覺得您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說他已經辦了休學 永久退學 永久退學 基本上來講你要復學 然後馬上就進入博士論文的口試 然後不是論文在83年口試 84年才給你文憑 坦白說這個代表你的口試的時候 有問題 可是你82年你就永久退學了 那你83年你要復學的話 一復學馬上就要提交這個論文 這個可能性不大 因為你還有你的指導教授 要確定你的論文到底進度寫得怎麼樣 因為指導教授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中間的時間點 真的是有待釐清 不過我最終我還是覺得 去通緝彭文正真的是不應該 對 因為彭文正只是對於你的論文 對你的學歷 是有高度的疑問 而且他通緝13年 是 而且他在努力的尋求證明 因為也可能證明 假設彭文正給他很 一個綠色的通道 讓他能夠到倫敦的政經學院 然後去調查查閱 給他完全的綠色通道 就是倫敦大學也不要去阻止 彭文正進入他那邊 去好好的看他的東西 然後也不要 也給彭文正很大的方便 例如說給他看1984年 他們的畢業生的這個論文 通過通知書的格式 我覺得你都給他一個方便 然後來最後證明 彭文正自己是錯誤的 我想彭文正也會很誠心的 跟蔡英文道歉 說他這段時間這樣子緊追不捨 真的是委屈你了 誤會你了 可是問題就在於 倫敦大學也不幫忙 然後政治大學也不幫忙 然後 政治大學很幫忙 然後蔡英文卻還要通知他 然後讓他流往海外 我覺得這個是大可不必 蔡英文心胸要廣大一點 我剛剛已經一直強調了 你要不你就是政治大學 我的母校 你有道德勇氣站出來 說對不起 你這個 那個封30年 封30年 這個是不合法的 我們政治大學 要向這個法院來控告 你這個要封存30年不合法 所以這個違反了學校的自由 違反了校園的自主性 然後我們校園覺得沒有理由 我們要被用法律來封存 一個人的論文 或是一個人的 當初入校的時候 教書他的檔案資歷資料 你知道我覺得 因為這個事情 我覺得整個政大的光環 都有點黯淡 對 我都覺得這個是蒙羞 多好的學校 但是我真的想建議一下蔡英文 我覺得這個 彭文正被通緝13年 為什麼13年 乾脆通緝她30年就好了 對不對 蔡英文的人事檔案 深等人事檔案 封存到2049年 我真的良心建議 彭文正也通緝 一直到2049年 那時候蔡英文已經90幾歲了 一不做二不休 乾脆把那個時間切齊 這樣比較好一點 好不好 今天這個12月31號 再次祝福大家跨年快樂 今天我們很細細的看了這個 論文門的一些細節 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給大家參考 今天現場三位都是博士 也非常謝謝大謙 帶來了他的金莊的博士論文 匹匹一下 原來博士論文長這樣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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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